賣場名稱碧田的資訊有哪些呢? 請登入蝦皮APP後,點選右下方,我的 進入我的頁面後,點選左上方,我的賣場 進入我的賣場後,點選下方選項中的賣家小幫手 進入賣家小幫手後,點選頁面中的商品介紹 在賣場介紹中,可以設定的資源有 1. 賣場名稱 2. 賣場圖片或YouTube影片 3. 賣場介紹說明 避免短時間內重複更改混淆消費者 不要有非必要的商品名稱於賣場名稱中 若非原廠授權,賣場名稱請避免使用該品牌或是商標 賣場名稱不應該含有地址 不可於賣場名稱中加入個人聯絡方式 如Line的ID等等私下聯繫的方式 不可以在賣場名稱中置入廣告或是活動 賣場名稱不能有島外的連結或是網址資訊 請不要在賣場名稱中加上表型符號或是特殊符號 賣場名稱不可濫用蝦皮或是品牌官方名稱 您可以將正在進行的活動或是商品情境圖 製作成為賣場封面照片 且可於上傳時使用圖片編輯器 將圖片裁剪至合適的大小 最多能上傳五張圖片或影片 您可以將圖片選擇連至特定商品頁面 賣場頁面,自定義網址,顯蝦皮網站連結 賣場介紹可以包含您的賣場商品類型、聊天回應時間等訊息 賣場介紹最多500字 當編輯完畢後,請點選頁面右上方的儲存即可喔 商品刊登時,必填資訊有哪些呢? 進入我的賣場後,點選頁面中的新增商品 於新增商品頁面中,依序上傳照片與填寫資訊 有新號符號的欄位不可為空白 填寫完畢後,點選右下方的上架 即可完成上架唷!